这只狗有个特异功能 每次看到特殊的东西 就能想起前世的画面 比如看到路边的小孩 就会想起上辈子的儿子 看到别人的戒指 就能想起以前和老婆求婚的场景 最奇妙的是 看到车牌号 它就能记起家里的电话号码 当往日的回忆都渐渐变得清晰 狗狗忍不住偷偷溜进保安室 用鼻子撞开电话的听筒 接着再用爪子拨通了家里的电话 很快 熟悉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 幸运的眼睛顿时值了 可惜它不能说话 只能用舌头一遍遍舔着听筒 表达自己的思念 小狗叫幸运 本来是一个年轻有为的CEO 但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 转身成了一条小狗 刚出生时 小幸运十分懵懂 幸好狗妈妈十分疼爱它 并没有因为它和别的小狗 长得不一样就嫌弃它 而是每天都让它和其他狗宝宝一起玩爽 可惜好景不长 这天一辆面包车突然停到巷口 一下子就抓住了狗妈妈 几个狗宝宝救母心切 一不幸落入毒手 只有小幸运待在原地不知所措 但还是被眼尖的抓狗人发现了 很快 它们一家无狗就被抓到了洞管所 这里关满了从各地抓来的狗狗 它们要么幸运的被人领养 要么就只能被安乐死 不幸的是 小幸运每天好叫 让管理员十分不满 它们一气之下 决定第二天就帮它做安乐死 就在小幸运绝望之时 它的眼前突然浮现出一个美丽女人的面容 似乎它正在遥远的地方等着它 提醒它命不该绝 这让小幸运决心要逃出这里 于是在第二天 管理员未失时 小幸运猛地咬了它一口 接着就疯狂地朝门外跑不去 跑到转弯处 小幸运还特地地把拖把撞到 用来拖慢管理员的脚步 很快它就逃出了洞管所 可是外面车来车往 小幸运根本不知道要去哪里 只能在街上漫无目的地闲逛 幸好这时 一个流浪的女人发现了它 幸运似乎感受到了女人身上的善良 赶紧跑向了它的怀抱 之后女人就带着她一起乞讨 无浪 每天陪着她玩游戏 用讨来的钱买好吃的给她吃 就连幸运这个名字 都是女人给她取的 因为她觉得 他们能遇见彼此 就是最大的幸运 可惜造化弄人 这一天 女人只是感觉身体有些不适 想趴在幸运身旁休息一下 没想到这一休息 就再也没有起来 直到晚上 女人被救护车带走 幸运才意识到 自己已经永远地失去了她 但上天还是眷顾幸运的 第二天 她正在窝里睡觉时 一只黑狗突然把她叫醒 幸运这才发现 原来不止她一只狗会说话 和她一样 狗上辈子已是个人 不幸去世后 也转生成了一条狗 同样也带着前世的记忆 很快 黑狗就找到了自己的哥哥 每天都会去她的小吃摊 将她掏口吃的 哥哥人很好 不仅给黑狗吃的 也会分幸运一口吃的 黑狗则守护着哥哥 有时候 有客人想在这里偷东西 黑狗就会冲上去大声吼叫 直到把客人吓退 但谁也没有想到 这个客人实在太坏了 不仅报复似的踩黑狗尾巴 甚至还找来捕狗队 想要将黑狗找去卖掉 这只狗来接自己儿子放学 好不容易等到下课 狗狗望眼欲穿的 看着出校的学生 有人摸他的头 他不理会 有人想逗他开心 他也不在意 因为他心里 只有思念已久的儿子 可等到人全走光了 他也没看见儿子出来 直到这时 马路对面一个熟悉的面孔 突然引起了他的注意 儿子居然趁他不注意 已经跑到了妈妈车旁 狗狗连忙追了上去 希望他们能认出自己 可妻子看着突然出现的陌生狗狗 整个人都要被吓傻了 狗狗没有退缩 反而将头又伸进了一点 见妻子实在认不出来 狗狗只好跑去儿子床边 期待地看着他 希望他能认出爸爸 但这一点用都没有 儿子只是对他友善地笑了一下 就跟着妻子扬长而去 任凭狗狗怎么追逐 都只能无奈地 看着他们的背影 消失在眼中 狗狗不愿意放弃 他凭着上辈子模糊的记忆 一路找到了自己的家 这里一切都没有变 自己却进不去了 很快 儿子被狗狗的叫声吸引 想开门和他玩耍 妻子却阻止了他 因为谁也不知道 这条狗到底是来干嘛的 更不会想到 这居然是丈夫的准事 狗狗见没办法 只能跑到厨房的窗前 可怜兮兮地看着他们 为了俘获他们的放心 狗狗甚至撒娇似地打起了鬼 可爱的样子 让儿子十分喜欢 他忍不住向妈妈求情 终于 心软的妈妈同意了 他和儿子约定 只让狗狗进来吃顿饭 就让他走 但幸运 怎么舍得只待一个晚上呢 一进门 他就迫不及待地 扑到了儿子的怀里 尽情亲近思念的家人 虽然他们没有认出他 但幸运决心 要让他们想起自己的身份 于是 他在和儿子玩耍时 像以前一样 藏起了他的玩具 儿子很快就发现了 有那么一瞬间 他真的以为爸爸回来了 但咱们也想不到 幸运真的是他爸 幸运只好再加大了一步 晚上 他悄悄溜出狗窝 干脆睡在了妻子旁边 第二天妻子醒来时 被吓了一跳 但他以为 幸运只是有点调皮 压根没把他和老公联系在一起 幸运只好跑到衣帽间 找出以前的帽子戴上 滑稽的模样 让妻子恍惚了一下 却也只是笑笑 虽然幸运没能让大家想起他是谁 但成功勾起了大家对他的回忆 妻子从车库里 找出他们结婚时的婚车 带着幸运和儿子一起去斗风 沿途 他们看遍了熟悉的景色 幸运突然觉得 不管他们能不能想起自己是谁 只要自己能永远这样陪着他们 就够了 因为自己上辈子能力工作 总以为要赚够多少钱 才能给家人们幸福的生活 反倒忘了 只要自己能多陪陪他们 就已经是最幸福的生活了 可这时 幸运突然发现 妻子居然和自己以前的好兄弟 在一起了 这只狗刚发现 自己被上辈子最好的兄弟给绿了 他宰死了没多久 兄弟就大摇大摆的出现在了家里 狗狗简直要起疯了 发誓要给兄弟一个教训 可老婆不知道狗狗的真实身份 还帮着兄弟一起对付狗狗 很快 狗狗就被他俩制服了 被抱着扔出了家门 狗狗十分不干 赶紧跑去客厅的窗外 打信号让儿子帮自己开门 兄弟却在这时候拨通了洞管所的电话 想喊人把狗狗抓走 狗狗为了不被抓走 只好先想办法藏了起来 可没一会儿 天上却下起了大雨 就当狗狗不知道如何是好时 儿子突然打着电筒出来找他了 倾盆的大雨将儿子叫做石头 他却没有半句怨言 很快将狗狗带回了卧室 儿子仔细地帮狗狗将雨水擦干 细心的样子 就像幸运以前帮儿子擦身体一样 他这才发现 原来在他不在的日子里 儿子早就长成了能照顾人的模样 想到这里 幸运对兄弟更恨了 他依稀记得 自己的死好像就是和兄弟有关 于是 他趁儿子睡着后 再次跑到老婆房外投听 生怕兄弟会对他做点什么 可他听了半天 却只听到了他们对自己的思念 幸运很难过 却无法打消对兄弟的怀疑 尤其是在看到兄弟 给老婆充满爱的留言后 幸运更是怒从心起 干脆趁保姆不注意时 偷偷溜出了家门 他一路跟着兄弟 来到了他们一起创办的公司 这里一切依旧 就连他的办公室都丝毫未变 但他却再也回不来了 幸运看着熟悉的座位 心里感慨晚间 自从创业后 他就一直忙于工作 每天泡在公司里不肯回家 就连答应妻子的旅行 也是一哥在哥 期间兄弟来劝过他 提醒他 他已经拥有了 大多数人都渴望的生活 家庭幸福 功成名就 为什么还是不满足 他却觉得 这不过是兄弟的讽刺 只是为了让自己 在工作上懈怠 好让他多拿点股权 就当幸运陷入回忆时 电话突然响了 兄弟连忙跑过来接 竟然是妻子打来的 原来儿子醒来后 发现幸运不见了 不过正在发烧的身体 就出门找他去了 妻子十分担心 慌乱间 居然不小心 将电话打到了 幸运的办公室 哪怕他已经去世 快几年了 可他在妻子心里 依然是最坚实的依靠 兄弟放下电话后 连忙向家里跑去 但幸运 却无法原谅他 当初害死自己的事 于是他偷偷藏在车后 趁兄弟不注意时 猛地跳出来 袭击了他 害得兄弟赶紧转方向盘 车瞬间撞上了 旁边的胡言 幸运和兄弟 都受了伤 但他却十分满足 因为他终于为自己报仇了 幸运本以为 自己可以放心地离开 可在奄奄一息时 他突然想起了 上辈子死之前的状况 原来 当时兄弟想劝他 早点回去陪家人 他却执着于赚钱 为此还和兄弟 大吵了一架 甚至在兄弟离开后 还开着车追了出去 试图用赛车 证明自己比兄弟厉害 兄弟不想和他计较 他却不断加速 完全没注意 对面突然开来一辆卡车 眼见着就要撞到了 幸运急忙转弯 没想到 却转下悬崖摔死了 原来 他的死都是咎由自取 和兄弟没有半毛钱关系 从头到尾 错的都是他一个人 现在 还差点害死兄弟 幸运后悔极了 他赶紧挣扎着爬起来 想要把兄弟救活 可兄弟醒来的第一件事 确实担心儿子有没有找到 幸运愧疚地看了眼兄弟 不禁反思自己的不称职 作为一个父亲 他只想着自己的复仇 完全忘了 儿子还在外面 随时可能会发生危险 幸好他知道儿子在哪 因为自从他去世后 儿子每次难过 都会去他的坟墓旁看望他 这一次也不例外 但不幸的是 守墓人因为下雪提早下班 完全忘了 儿子还在墓园里 要是让他在这里待上一夜 肯定会被冻死 幸运健壮 赶紧跑到儿子身边 用自己的身去帮他取暖 让他能撑到棋子找来 幸运无比珍惜 现在陪伴儿子的时光 因为他知道 自己是时候放手了 这次回来 他看见了兄弟 对妻子和儿子的爱 也解开了自己 一直以来的心结 现在是离开的最好时机 最后 幸运当着妻子的面 挖开自己墓碑前的积雪 上面写着 妻子和儿子会永远思念他 他用这种方式告诉妻子 他也会永远思念他们 但现在 他们需要带着 对彼此的思念 开始新的生活 妻子看着幸运的举动 突然意识到了 他的真实身份 但幸运 却只是眷恋的看了他们一眼 就转身朝远方走去 有时候 爱不一定是时刻在身边的陪伴 也可以是勇敢的放手 只要能让彼此幸福 那不管在不在一起 都是最好的爱